好像胖了一些哈 哇 小孟方大猫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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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过年咯 终于要开始名正言书的大吃大喝了吧 我们先干杯庆祝一下 啊 孟你好 哎呀 这一年辛苦了 大家的年夜饭都吃什么了呢 地区不同 口味不同 你们饭桌上的菜闻起来都是不一样的 那今天看我这个装扮 我们要来研究一个日本新年时每家每户都会装饰的一个主食 它的名字叫做净饼 在日本过年的时候每家每户都有装饰净饼的习惯 有多习惯呢 就好像我们过年的时候门上贴的那个福字一样 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做一下日本过年时的传统主食净饼 净饼的材料呢就是要糯米 在我买糯米的时候超市人有点太多了 就只剩这一种泰国糯米了 而且是这种长草型的 我不太确定能不能成功 所以我们来一起挑战一下 用泰国糯米在中国做日本的传统美食净饼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糯米呢泡一个小时 哎呀快了快了快了 好了我们把它放进去泡一下 好我们一个小时之后见 妈烤的地瓜干 还烤地瓜干真的太好吃了 就有一只吃不停的那种 终于到冬天牙就不好 我们开店看一下 好像胖了一些哈 好我们就准备开始做喽 好我们开始喽 快了 快了 好嘞 有点紧张 哇 看 好像是成功了 我真是太厉害了 出锅喽 下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我们要用 等等我准备了两种擀面杖 我们要用擀面杖呢 把这个糯米把它捣碎 正常来说呢 是原来我们视频里面这样 都打年糕 但是现在没有这个条件 我们就用这个擀面杖 来把它捿一捿 把它和成这个黏黏的年糕 呀怎么有点硬了好像 啊还可以 啊还是有一点点硬 不过没关系了 那我们开始吧 哎呀怎么感觉 在想象中的不一定要黏呢 来 好 我好像还有一根长的咖喽 来吧 我打出了个新型的 你要不要看一下 嗯 出来 哎呀我的天 你看这个 我觉得已经很黏了 现在打了多少时间啊 有15分钟了吧 问大家个事呗 今年过年 收了多少压岁钱呢 嗯 在日本过年的时候呢 也是会给压岁钱的 日本的压岁钱包叫 年玉 一般呢是自己的这个 父母给自己的孩子的 通常的这个 钱收呢 就是三年级以下的小孩子呢 大概会给三千日元左右 那三到六年级呢 给五千日元 哎 那中学生呢 大概是五千到一万日元 我尝一下 尝一下 哎呀怎么又 怎么又断了呢 嗯 嗯 别看了 不拉死的 有那个感觉了 真的 这是 你看 你看 我感觉我打得还挺不错的呀 看 呀 灯灯 是不是有那个感觉了 翻个面 翻个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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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胳膊什么的蒜子 可 嗯 就像你们爱吃那个芝士一样 看 年糕拉脆 差不多了 我宣布 小孟这个 打糕 完成 耶 年糕打好之后呢 我们准备一些淀粉 那这里我还有那个糯米粉 就把它 先铺上 我们开始 做净饼的形状 哎呀 真是 好 叮叮叮叮 那先看我们打好的这个铁工 看 看 辣丝很棒吧 是不是 哎 感觉像我们抓过的那个章鱼似的 这个还要揉一揉吗 这个 这个 那我们揉一下 揉一个试试吧 揉一个看看 哎呀 这个粘手 这个粘手啊 这个 我感觉还是应该揉一下 揉成 揉揉会不会不软了呢 也不会啊 我们刚才打的都 啊 这样揉完了以后就这样 把它揪一下 好 好 看成功了一个 可以可以可以 我觉得非常 非常完美 真的非常完美 还是应该稍微揉一下 因为我这个 打的呢 不是特别的 打的不是特别的到位 所以还是要揉一下感觉 好 好 啊 做会做传统竞饼的这些 行家们 大家不要说我啊 丹丹 竞饼是由一大一小两个叠在一起 就是一个代表太啊 一个代表月亮 也是表示福德叠在一起 那这样子把它叠上 就基本完成了 报告一下 正常来说呢 日本的竞饼上面呢 是要放一个橘子 它的那个日语发音呢 是代代 代表的跟日本的这个 世世代代的那个发音是一样的 就是代表这个 世世代代生生不息啊 子孙就是这种 延续的意思 但是 我买了橘子 但是我忘了拿了今天 所以 我准备放一个苹果 哎 于是我们这个新的一年 也是这个平平安安好了 对吧 好啦 小猫日式竞饼制作完成 耶 我们的竞饼做完了 但是我们怎么吃呢 通常在日本这个竞饼呢 是1月1号开始版 然后一直放到1月11号左右 叫静开之日 那一天呢 把这个竞饼把它吃掉 但是我们这个是刚做出来 热乎乎的 所以 哎 就这样掐一块 嗯 吃就非常的好吃 啊 嗯 真的 吃人做的东西就是好吃的 吃竞饼的方法呢 在日本也有很多很多 大家最熟悉的 红豆年糕汤 那我们今天就用红豆年糕汤 来吃这个日式的竞饼 现在是我们中国的农历年 所以 我要用 再给大家一个 周式吃竞饼的方法 怎么样 梦式竞饼吃法 那我们现在开始制作吧 这个苹果 平安哦 我准备了一大红豆 煮红豆汁的时候呢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中式的 我准备的是 哎 将牛肉一块 大葱一根 棉 那酥啊 你要会挑 它这种白白的葱啊 它是脆的 嗯 我不能说那像水果 但是绝对不辣 切好了 嘿嘿 牛肉好了 我们的葱也准备好了 就是有点粗 哈哈 这个大葱段 这个吃起来比较好爽 周式竞饼馅完成 放竞饼的时候呢 我们要就这样揪 虾 就可以了 真实 真实 啊 好 小梦竞饼料理完成 先给大家看看我做的这个 日式红豆年糕汤 这样的肉和大葱 还有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净饼 先来吃这一道 我里面放的是带糖的红小豆 还有那个红豆沙 再煮一口入味 你知道有人说冬天吃甜的会感觉幸福 吃热的会感觉幸福 会吃黏的会感觉幸福 那这个日式红豆年糕汤真的这三个合在一起 很好吃 很好吃 就原来就比较愿意吃 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做牛气冲天 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牛气冲天 哎 对了 所以我做的这个中式吃法呢 就是符合我们牛年的牛气冲天饼 希望吃完之后呢 我们大家都在牛年 就真是牛气冲天 哎 你看我这个年糕捏的真太好了 我们先把这个年糕呢捏成扁扁的这个 就像我们这个猪饼的样子那个感觉 但是一定捏不到那个厚度了 那个薄度了你看看 是不是 豆腐乳 你看 福乳福乳 就有福的意思 好 我们这个牛气冲天饼呢 里面还要加上这个福气 哎呀真的是这牛年挡不住挡不住了 太厚了 我这个切的有点太厚了 满满的放上牛肉 这个的话 这个也可以啊 这样放在中间 然后我们放一块这个福气之乳 福乳 好好好 好 我们带牛气冲天福饼 来吧 快快 沾手 哎 来了 这样把它卷起来 好 对不对 我开始吃一下 开吃 我太聪明了 嗯 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说正牌了 全都正了 哎呀 这怎么这么正了 太正了 就是这个饼啊 太软了 我觉得很喜欢过年的时候说的话 就全部都谐音成好的语 其实我们在平时生活中也要这样吃 嗯 嗯 这个福主不算咸 它是有甜味的 它是有甜味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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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味的牛气 都被我吃掉 好 神的神灵呢 神的魂 也会存在这个净饼里面 那把它吃掉呢 就 我们这一年呢 就无病无灾 非常的顺利 神灵会保佑我们 对不对 好也祝大家这一新的一年 就是一切顺利 无病无灾的 好吗 好 和小王一起制作日本禅筒主食净饼成功 借此机会也祝大家牛年牛气冲天 嗯 其实啊 吃主食会让我们很有力量 元气满满 希望大家不要不吃主食 那你可以搭配一些蔬菜 像我们今天的大葱 然后搭配一些对身体有好的东西 像今天的这种牛肉啊 还有偶尔吃一些甜食 会让新鲜好 身体健康 保重身体 好吗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